章节48 胜利 我却已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 以便安拉设诱你以往的和将来的果实,并完成他对你的恩典,且昭示你一条正路 安拉将给你一种有力的援助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们信念上加信念,天地的军队,只是安拉的,安拉是全知的,是智瑞的 以便他使信士和信女们入下林珠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并设有他们的罪恶 据安拉看来,这是伟大的成功 以便他惩罚伪信的男人和女人,何以物配主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对安拉做恶意猜想的人,厄运只降临他们,安拉浅怒他们弃绝他们,并为他们预备了火狱 那归宿真恶劣 天地的军队,只是安拉的,安拉是万能的,是智瑞的 我却已派遣你做见证,做报喜者,做警告者 以便你们归信安拉和使者,并协助他,尊敬他,朝夕赞颂他 与你定约的人们,其实是与安拉定约,安拉的手是在他们的手之上的 被约者,自受被约之害,实践与安拉所定约者,安拉将赏赐他重大的报仇 留在后方的游牧民们将对你说,我们要照料我们的家产和家属,所以请你为我们求饶 他们用他们的舌头说的不是他们的心里话 你说,谁能为你们干涉安拉一丝毫,如果他要降祸于你们,或降福于你们 不然,安拉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猜想使者和信士们永不回家了,你们的心因这种猜想被迷惑 你们做不善的猜想,你们是将灭亡的民众 不信安拉和使者的人,我却已为他们这等不信者预设了火欲了 天地的主权,归安拉所有,他要设诱谁,就设诱谁,要惩罚谁,就惩罚谁 安拉是制设的,是制辞的 留在后方的人们,当你们为获得战利品而出发的时候 他们将说,让我们跟你们去吧 他们欲变更安拉的叛词 你说,你们绝对不得跟我们去 以前,安拉这样说过了 他们将说,不然,你们嫉妒我们 不然他们不甚了解 你对逗留在后方的游牧民说 你们将被召去讨伐一群妥悍的民众,或他们归顺 如果你们服从,命令,安拉就以优美的报酬赏赐你们 如果你们还像以前那样规避,他就使你们受痛苦的刑罚 瞎子无罪,脖子无罪,病人无罪 谁服从安拉和使者,安拉要使谁入纳夏林诸和的乐园 谁规避他,他将使谁受痛苦的刑罚 安拉却以喜悦信誓们 当时,他们在那棵树下与你定约 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故将镇静于他们 并以临近的胜利报仇他们 和他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 安拉是万能的,是智锐的 安拉以你们所获得的许多战利品应许你们 而将这战利品迅速地赏赐你们 并制止敌人对你们下手 以便这战利品作为信誓们的一种迹象 以便安拉昭示你们一条正路 别的战利品,你们尚未能获得的 安拉却已周知他 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假若不信道的人们与你们交战 他们必定失败 而且不能发现一个保护者 也不能发现一个援助者 这是安拉以前的常盗 对于安拉的常盗 你绝不能发现任何变更 他曾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手 也制止你们在战胜他们之后 在麦加山谷中对他们下手 安拉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不信道,并阻碍你们入禁寺 且阻止被扣留的牺牲达到他的一定的位置 若不为厌恶你们蹂躏你们所未认识的许多信道的男人和女子 而你们因此无知的犯罪 那么,他不制止你们 安拉制止你们 以便他使他所抑郁者入于他的恩惠之中 假若他们是散居的 我必使他们中不信道的人们受痛苦的刑罚 当不信道者心怀愤怒 蒙昧时代的愤怒 的时候 安拉曾将镇静给使者和信士们 使他们坚持敬畏词 他们是更疑于敬畏词的 是应受敬畏词的 安拉对于万事是全知的 安拉却已昭示他的使者包含真理的梦兆 如果安拉抑郁 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近似 有的人剃头 有的人剪短头发 你们将永不恐惧 安拉知道你们所未知道的 故在那件事之前 先有一次临近的胜利 他因正道和真教而派遣他的使者 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 安拉族为见证者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在他左右的人 对不信道者是严厉的 对教胞是慈祥的 你看他们鞠躬叩头 要求安拉的恩惠和喜悦 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 那是叩头的效果 那是他们在讨拉特中的辟语 他们在尹之勒中的辟语 是他们像一颗庄稼 发出枝条 而他助他长大 而那支条渐渐的茁壮 终于固定在苗本上 是农夫欣赏 他将他们造成那样 以便他借他们激怒溺途 安拉应许信道 而且行善者 将蒙射诱和重大的报仇 extrapol接起来 後园 有一本 一本